11月6号上午9点左右 在湖北宣恩县境内一辆水泥贯车 从公路的护栏翻出 坠落到近70米深的悬崖下 消防队员赶到后 在山顶利用绳索搭建救援通道 营救被困司机 我们一起来看看 事发现场位于湖北宣恩 往长潭方向梁方台处 消防救援人员到场看到 公路右侧近50米的护栏 已经破损形成了缺口 直径近30厘米的几棵大树 已经被拦腰撞断 经询问现场民警得知 车辆及被困人员在悬崖下方70米处 因地形特殊 指挥员带领两名救援人员 携带攀登作业包等救援器械 从坠崖侧面去往被困人员位置 另一组救援人员在山顶 利用绳索搭建救援通道 从坠崖正面携带多功能救援单架 直达被困人员处 然后利用救援单架 采取绳索往上拉升的方式 营救被困人员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 水泥灌车司机被成功救出 移交医护联员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移交医护联员 和这样的程度 我们有这个反应 DOU重在扶持动